民進黨主席西民町26號基盤申請發表會 申請上司說的是國家領導 他說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是台灣的共識 他也希望政黨黨更對立 希望明年選出來的新總統 可以推動大學生理大連學政府 民進黨主席西民町請八三八戶出席新租發表會 他的新租發表會上司 他說我們是多一個人 這是很簡單的想法 台灣共識是人華貿易發展真實的基礎 台灣共識就是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一樣的人的政治失退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一眾各表 我們談的是我們的中華民國 你那邊談的是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希望突破的就要感謝國民團的公憲 因為南市省總統中間社會收到台灣 台灣政治就不可能退入中國大陸 他記得每年選出總統可以成立大連學政府 推動大好幾次 而且走向入國制度 然後他告訴我說他只要當了總統 他決定 推動修憲 改變成立大學 你已經做三年了 先生 你這張支票你挑票了 市民在表示 叫你共識是中國大陸說的一種環節 臺灣說的是一種國標 對這種的共識之下 竟然可以簽署 有法律後也有X法 這是非常了不起 因為任何金無翁來 對貨品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 任何國建民 也代表民進東主席的創意文 來出席這個新主發表會 從民進東主席的創意文 市民調夫人丹家君跟兩位少女子 都做回來參加這個記者會 總統也會叫他出席 雖然不夠長 但是也都送回拿來表達很好 記者 中華報導